西滨快速公路在彰化线境内的最后11公里路 昨天通过了环平大会审查 确定可以开发 但是因为这条路线会经过重要的候鸟接系地 因此必须要加设半包覆式的隔音墙 而这也创下了国内公路的首例 大勺域成群飞起 这是彰化沿海最壮观美丽的风景 不过西滨快速公路却要从这一处沿海通过 恐怕严重影响生态 经过不断协调 交通部公路总局同意加设半包覆式隔音墙 降低车辆噪音的影响 而全长29.5公里的路段 更要加盖9552公尺的隔音墙 大概会增加3亿元左右的一个工程成本 我们的一个公路建设跟环境影响 环境的一个保护是要做成平衡的 所以我们在编列建设计划经济的时候 就会考量这些 二十年前就提出规划要盖的西滨快速公路 园林大排到西滨大桥 一直延宕到97年才开始新建 不过环保人是反对盖的太靠近海边 居民又反对盖的太内陆 一直僵持不下 最后修正路线又创下首例 在公路上加盖才取得平衡 至少对于噪音灯光跟这些震动的干扰 是可以相对的减少 但是能够减少到多少会不会受到影响 我其实也没有太大的把握 西滨快速公路在彰化位完成的 11公里路段预估能在108年完工 公路总局表示应该能够分摊 临近中山高的车流 疏解塞车问题 记者 邻居们张国良台北报道